设计要求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把轴的匀速旋转输入 转换为往复摆动的震荡输出 而且它们需要在同一个轴线上 空间有限怎么办好呢 这个机构使用了连杆方案 把两组平面四杆机构结合起来 使旋转输入变为摆动输出 其中输入轴这边的杆长 比同色轴的杆长略短 因此它们和黄色杆件一起 组成一个驱柄摇杆机构 同色杆件只能摆动 但是它和输出轴并不在同一轴心上 因此我们还需要将摆动 传递到输出轴上 同色杆件和另一根黄色杆件 以及输出轴 组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 这样摆动就传到了 与输入轴同轴的输出轴上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